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呢 是在Outlander的家屬裡面開直播 那當然呢,車款的話是Outlander 那這台是08年的2.4 然後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今天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後面的羊腳調整器 因為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多 預計的話後面大概只有剩下兩指幅 所以後面的話也會加裝羊腳調整器 那車主的話其實加裝了不少的東西 像是矽膠的水管或者是 這個算是廢油回收 還有進氣管路 還有接地線 音響 改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今天要提升的就是底盤的部分 那其實本來呢,車主已經改了很棒的避震器 本來的版本呢,是KYB的 這是藍桶的 大概使用了大概十萬公里 那這個呢,這一支呢 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面的羊腳 因為後面的羊腳不能調整嘛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可調式的 比較不會吃胎 因為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多之後呢 後輪的COMBO角度呢 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那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個呢,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改KT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不論前面或者是後面的上座呢 我們KT都有附上座 不用再拆原廠的零件來沿用 這個是2016年當時裝的 也裝大概... 三年齁 不到三年 因為車主用車的頻率比較高 那這個算是KYB的藍桶 配上陽明TS的短彈簧的配置 車主反映說有阻尼有烈化啦 有衰退的狀況 所以選擇呢 把它改成我們KT套裝的 那前面的話 這台2.4的引擎 如果車主呢 沒有特別的指定的話 我們前面跟後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配置的話是7公斤 前面也是7公斤 後面的話呢 也是7公斤 這個是2.4的 另外這一台車主 車友裡面有一台是進口的 是3.0的對不對 3.0的後懸吊的話不太一樣 我們也都有做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 它拆裝其實很方便 它的前面上座呢 有三顆螺絲 那這裡呢 有一個轉向的軸層 我們所選用的用料呢 也很好 這個就是我們KT所附的上座 這個上座呢 使用的軸層是日本KOYO的軸層 那在上座的正中心呢 在軸心的上方 就有一個旋鈕 KT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阻尼用的 像這樣順時針 往H的方向 它就會變硬 逆時針 它就會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 可以讓車友們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軸層呢 也是日本KOYO的軸層 用的用料也都很棒 這是SPR的拉桿 好那前面的車高呢 等一下預計降低 大概剩下兩指幅 降低的幅度也不少喔 前面是氣光筋 那我們所選用的用料 像裡面的主民友呢 我們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IP進口的主民友 並不是國外的油品 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它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 所以它的穩定度啦 消泡性之類的種種表現相當的棒 業內其實很多的銅業呢 也都有使用這樣的油品 那油縫的部分 那攸關壽命最重要的油風呢 就是使用日本最知名的NOK的油風 那這一個Outlander這裡的局部設計呢 其實跟三菱的Fortis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喔 它有一個離載串固定點 然後有ABS感應線的固定掉架 還有煞車油管 當然這個都是符合安全規定 那車高的調整呢 切記喔 並不是靠壓縮攤來改變車高 這個不是低階的產品 這個是靠腳管 筒身的長短呢 來改變車高 如果要高一點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托本把它旋鬆 然後這個筒身往上旋轉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我的藍色的腳管呢 往上縮短 它的長度變短之後呢 車高就會變低喔 所以這個 它能調整車高的範圍呢 相當的廣泛 而且它調高調低呢 這個區間呢 都是沒有移動的 所以它的 調高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都差不多的 那拜託技師呢 等一下呢 我們鏡頭移到另外一邊 就有看到 有技師呢 它把彈簧預載過多 造成不好做的狀況 所以前面這裡呢 這些彈簧的預載呢 KT在出廠的時候 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千萬不要移動它喔 哈囉 志成你好 志成好 像這一台 Camry呢 就是我們 在我們的經銷商安裝 那它的彈簧預載過多呢 造成不好做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在幫車主呢 呃 在做微調的動作 所以 像這樣的狀況呢 彈簧呢 千萬呢 不要預載過多喔 一定會不好做 志成謝謝你耶 推薦我們家的產品 那後面的話呢 呃 預計降低大概剩下兩尺幅嘛 所以我們也 車主的話呢 也一併把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把它裝上了 那這台車呢 它算是一個多鈴感的結構 所以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呢 它會 Camry的角度會變趴 會比較容易出輪胎的內側 所以如果有裝仰角調整器的話呢 它就能夠把後輪的 Camry角度 把它校正到比較正常的位置 就比較不容易失胎 那今天後輪的車高呢 也預計大概降低 剩下大概到兩指幅左右 那因為Outlander它的內部的空間呢 其實沒有地方可以去調整阻尼 所以它需要呢 把它的內裝呢 拆開 我們會裝一個延長調整機構 好 這個內裝都需要拆掉 那這個延長調整機構呢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不需要呢 再把避震器卸下來呢 再做軟硬的調整 所以KT在Outlander的專用的車款上面呢 我們都有做一個貼心的設計 那當然啦 在安裝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因為呢 需要把這些人的內裝拆掉 然後需要這裡鑽一個小孔 讓這個延長的調整桿 延長出來之後 它才有辦法呢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施工上的話呢 會稍微久一點點 可是車主在使用的時候呢 就方便許多 這個是Outlander 08年款 那基本上 比較新款的齁 它的Outlander的懸吊系統 也都差不多 現在 右邊的話 已經在做內裝的復原了 它右邊齁 上方的話 有一個試蓋 所以它的延長調整機構呢 這個就是我們 右後方的延長調整機構 是可以藏在 藏在這個裡面的齁 所以是看不到的 這台車我們也算是很 車友真的很謝謝Outlander的車友 很捧場 還有小豬啦齁 製程都幫我們推薦 那所以我們安裝這台車的速度呢 其實算是還蠻快的 因為師傅安裝的數量也還蠻多的 好 這個就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面的仰角 這個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呢 需要改成可調式的呢 它才有辦法做後輪 Cumber的調整 那就不會吃胎了喔 這台車主是有認識的喔 這台車主是有認識的喔 它車主也有改了XXR的旅圈喔 這個旅圈的話也是 比較輕量化18吋的 它的J速的話也比較大 那當然 車高降下來之後的視覺感覺呢 就會顯得很霸氣許多 這個的話也是 這台車使用的規格 不過這個只有17吋 這個旅圈呢 這個旅圈呢 是懸崖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跟我們聯絡喔 這個17吋的話 只有7.1公斤 只有比鍛造的話還要來的重一點點而已 OK 以上是今天的Outlander的那個直播分享喔 這台車呢 我們在台中有很多的車友捧場 那如果啦 車友的話 對產品有疑問 可以到我們KD的粉絲團 我們KD的粉絲團呢 每天晚上的7點 都有不同的文章會做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疑問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KD的粉絲團 FB的粉絲團呢 詢問小編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也不用客氣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很歡迎大家呢 到我們KD來試乘看看 那避震器的選擇 其實最客觀的方式呢 就是來試乘看看 那覺得滿意的話 再考慮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的Outlander的 安裝KD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囉 掰掰